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是不是生灭心 如果是生灭心 你肯定的 菩萨成以上的经济不必看了 要看 你自己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了了 我是来听听信息 佛菩萨宣讲的我来听听 知道有这么回事 不是我的境界 这个可以 如果误会了 哎呀我听到这个 我已经入这个境界错了 你还是搞轮回 不但搞轮回 你会读我道 为什么会读我道 你肯定傲慢 因为佛菩萨境界你知道了 自己以为了不起 瞧不起别人 傲慢就躲下去了 傲慢属于嗔恨 嗔恨多地 这在佛法叫做狂慧 说的不好听 叫赵母 果报 在山土 这佛为什么对于六道凡夫 不讲这些菩萨成法 怕的是把你送到地狱去了 都不想 要出轮回 必须要有清正的功夫 或者我们今天想修正 你得有修行正果的功夫 你才能超越轮回 你解悟 单同 法身菩萨的境界 也没用处 你还是高流到轮回 这事情是真的 一点都不加 为什么烦恼吸气没断 可见得断烦恼 断吸气更难 可是这个法门 你不必断烦恼 你不必去化解吸气 无需要 你只要把念头转个弯 转于阿弥陀佛 我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 别的手都没有 真转过来了 就心里跟阿弥陀佛 念念相应 无师皆来 烦恼吸气 自然不见了 这个方法太妙了 礼上讲得懂了 佛说过 一切法从心向神 我们今天的心向 就是阿弥陀佛 众生心想 我这个自私自利太严重 怎么样把它断掉 我的贪嗔痴很严重 怎么断掉 我的怨恨 嫉妒性很重 如何把它断掉 这个麻烦思想大了 一句阿弥陀佛 都把它念光了 这方法都没有 真叫善巧方便 心里头就存一句阿弥陀佛 其他的全部都念掉 都没有了 自自然然就化解了 方法容易 简单 成功太高了 太殊胜了 所以遇到这个法门 要知道感恩 太难得了 要知道珍惜 就太不容易了 你遇到了 遇到了你能信 不简单的 信了你能真干 这更难了 这下面又说 还是研究精神的话 后宽 轮转 生死 苟心 成为 清见 观佛 缘求 而不 悬浮 也就是说 六道凡夫 生死 轮回的信 就是身灭 就是身灭信 染污的信 成为清新 染污的信 身灭信跟染污的信 观佛 灭心 看佛不生不灭的法 依旧是神灭 你要用不生灭的心 你就看佛的 那就看到了 这个意思很神 我们想想 我们今天是不是生灭心 如果是生灭心 你肯定的 菩萨成以上的经济 不必看了 要看 你自己一定要 清清楚楚明明了了 我是来听听信息 佛菩萨宣讲的 我来听听 知道有这么回事情 不是我的经济 这个可以 如果误会了 哎呀 我听到这个 我已经入这个境界 错了 你还是搞轮回 不但搞轮回 你会多我道 为什么会多我道 你肯定傲慢 因为佛菩萨境界 你知道了 自己以为了不起 敲不去别人 傲慢就堕下去了 傲慢属于嗔恨 嗔恨很多地狱 所以佛为什么对于六道凡夫不讲这些菩萨惩罚 怕的是把你送到地狱去了 都不讲啊 人天发那讲普世的教育 给你讲什么 讲三规 讲十善业 讲五界 我给你讲这些 这些呢 帮助你端正心念 谁在六道啊 不读三途 佛菩萨的慈悲啊 祖师大德 告诫初学 对于甚深的经典 不要去失礼 我初学佛的时候 我三个老师 他们三个人没见过面 但三个人名气的很大了 都知道 都知道有这个人 每千分眼 三个人呢 有一句话是三个人 同样交给我的 就是警告我 不能学产 不能学信族 张家大师还告诉我 不能学密族 为什么 那境界太高 不是凡夫所学 方东美老师 警告我 李老师也警告我 张家大师也 静止 不许许 慈悲也 怕失恋 这东西 变成狂慧 变成功高 我们 瞧不起 自以为 得到了 其实 他是凡夫 为什么 你是生命心 真正欺入境界 你的心是柔软的 是大慈大悲的 那个不一样 华言经 望经还原观讲的 死得 那就是标准 真正欺入境界 他内心里流出来的 决定式的死得 如果与死得 相违背 是假的 不是人 所以 没有妙用 不能给社会大众 做好朋友 对待一切人 共告我们 末后 不是待众生苦 而是自私自利 这在佛法教 叫做 狂慧 说得不好听 叫赵母 古报 叫山土 阿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4